老实实说,这次疫情,你觉得有多难熬呢? 你受了多少苦难?你的情绪是怎样的呢? 刚刚两年了,现在又去到巅峰了 政府就猛地告诉我们,现在很不够,将来一直不可收拾 你们要这样… 怎料,我身边很多疗疑师,修行人 不着而同告诉我,他们很感恩疫情 祥哥想跟你说,我自己到现在 经过两年,我自己的沉淀,经历,反思 不断地显化,我就发现,其实疫情对于我来说 对于香港来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祝福来的 关于世界,关于社会,这些我说了很多 我也访问过一些朋友,说了很多 可能你在YouTube,我的频道,其他地方都看到 但现在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 大家都说,我的修行的朋友和导师们都说 一旦终于要逼迫我们,将不生所学,修炼得来的东西 现在拿出来用 即是说平时我们经常教的东西,现在迫着就要展示一下 你是不是只会说,我说回我自己 一直都说,其实,其实,什么东西都是你显化出来的 你要不断地做manifestation 你想要那样东西,朝思梦想 然后透过你的振频,你的意识水平的高度 就是连结了上面的力量 那么你梦想全身的东西,你就会发生的了 同时,在这个机会,迫着我们做很多天启 有些人就说叫通灵,就是channeling 我们不断地向高我,或者这个宇宙,你叫做什么都好 你的天父,寻求指引 指引了,你去做了,做了就要放下 这个就是神福,surrender 我们不去要求世事,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唱歌从来都不会说 我们祈求快点,疫情快点过去 我只是希望,期许,要过就过 不过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都要经历这件事 还有,昨天有位朋友跟我说 可能我们最恨的领导人,就是上天派来的大天使 他们要我们受过这么多苦难,才会升班 我第一个反应 那就是说,以前在以色列大战的时候 那些德军杀了几百万犹太人,是可以的 是要杀了这么多人 大家受到这么多苦难 我们人类才会进步 才会什么呢? 是不是说不说得通? 如果这样,希特拉就是一个伟人 这个也是常识讲的 Judas,耶稣背叛他的门徒 犹太,余特斯 是不是要落地獄呢? 他是跟着剧本,演出了非常精彩的音乐 因为有他,做了一些我们认为很不妥的事 耶稣才可以成全到上十字架 受苦受难,拯救这个世界 那我们是不是说 现在我们最恨的领导人,或者专家 他们其实是没有罪的 我们现在不去批评这些,不去判断这些 不过,你留意,祥哥是从来没有诅咒他们的 不会叫他死,不会用粗口骂他 不会用一些很难听的粗皮的东西来提他 有些数目字那些 我没有的,我没有的 我只是用很平常的心 他们演出他们的角色 我们演出我们的角色 要有一些所谓的艰国 才是那些中心的人才能显露到他们的伟大 所以反而我多谢他们 做好做臭,成全了我们 最后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有得着的 就是提醒自己不断要踏通天地线 即是说相信缘分 相信指示 相信一切的安排 都是为我们最好的 以及感应到自己应该做的事 如果我们很猛烈,如果我们很生气 如果我们觉得很凄惨 如果我们觉得很迷失的话 我们是修不了的 所以常国经常都说 修行其实是没有很简单的 就是Stay Connected 就是继续保证我们的天地线是踏通的 所以是不是这个疫情 一下子就是要我们考牌了 你是不是有能力显化呢? 你有没有做到天啟呢? 你有没有神福呢? 你是不是长期可以踏通一条线呢? 我希望将来回头看过去 看看这几年 我自己都自书合格 我希望你也是 如果你还是愤怒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迷失无奈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还诅咒了别人 如果你还求神拜佛 快点过去 疫情快点结束 或者你参考一下我刚才的看法 我说的东西 多谢你,祝福你 希望这一段话对你有用 如果是,你就传给其他人看 拜拜 多谢你,希望你也可以和我一起 享受感恩这个疫情